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这次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 表示动作顺序的贴心的用法 那动词变化贴心是如何变化 是另外一个影片里面 请参考一下 那这一次这个呢 动词贴心 来表示动作的顺序 做这个 做这个 然后做这个 这样子的呢 表示动作顺序的说法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把动词变化贴心 排列就好 排列 像这样子 动词变化贴心 然后动词变化贴心 然后B 然后这里可以加 それから 这个结束词 それから 然后的意思 然后 最后的话 不需要改变化贴心 就是 像句位式 像形式 就好 はい てて それから 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呢 讲动词 几个动词 其实都可以 ですね 像这个的话 一个动词 两个动词 三个动词 就是三个动作 但是像这样子 两个动作也可以 ですね 那两个动作的时候 前面的动词 改变心 朝起きて 歯を磨きます 像这样子 早上起床 刷牙 这样子 那如果三个动作 三个动作的话 三个动作的话 朝起きて 然后第二个 磨きます 也改变心 磨いて それから 家不家都可以 不讲也可以 それから 不讲也可以 それから 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早上起床 刷牙 然后吃早餐 其实四个动作也可以 朝起きて 歯を磨いて 朝ごはんを食べます 要改变心 食べて それから 这个それから 不讲也可以 それから 然后 去公司 会社へ行きます 但是 通常是 像两个 三个动作 这样子 表达 動作順序 比较多 如果四个的话 听话的人也 有点负担 所以或许 如果有 讲四个 五个动词的话 可能把句子 分开 或者是 有些不重要的动作 不讲 这样子 两三个 比较好 但是文法上 四个 五个 讲也 即使可以 是可以 像这样子 可以表达 动作 顺序的时候 前面的部分 可以用 点心来表示 这样的话 做A的动作 做B的动作 然后做C的动作 像这样子 动作 顺序 可以表达 皆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例文 日曜日 曜日 浜日 可以用 途切 东西 心促 听门 可 何をしましたか 土曜日は朝ジョギングをして デパートで昼ごはんを食べて それから友達の家へ行きました そうですか 日曜日は 日曜日はどこ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